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澳門的典當行業歷史很悠久 在抗日戰爭期間更發展至全盛時期 介印不少難民來澳門避難 經常需要當野周轉 貧苦大眾更會把家裡的衣、棉皮等低廉物品 拿去當舖典當換取至今應急 不過現在當然不可以當棉胎 與此同時 澳門的黃賭毒風氣盛行 不少賭徒輸了身家後 會到當舖身上值錢的物品 嫖客和道友會典當換取錢和鴉片 因此帶旺典當行業 在新馬路清平直街十月初五街一帶 當時開得成行成市 因為那裡是當年最繁盛的商業街 當舖會根據典當長短和利息高低 分為當、按、壓三種 規模最大的是當、當期長達三年利息最低 其次是按、當期一、兩年利息比當高一點 而規模最小的是押 當期只有四個月到一年利息最高 本澳現存結構較為完整的古式檔普建築 就是位於中區新馬路的德成案 大家來玩經過都會見到 按民國初期清朝的格局建築 分為檔樓和貨樓兩棟建築 德成案在1993年結業後修緝成為現在的典當業展示館 至於現代的典當業就更多元化 大家都清楚了 澳門的博彩業之所以能攀上高峰 成為全球的博彩中心 典當業可謂功不可沒 幾乎所有的檔普都會在顯眼的位置上寫著歡迎刷卡 國內外卡通用等等的字樣 而實際上這些店鋪除了檔壓零售之外 其實還提供刷卡提演的服務 全盛時期整條街站滿不少艇仔中間人 向圖人兜售生意 拉客去檔普錄卡 綠卡提演除了賺匯價 例如兌一萬元人仔大約賺三百元港幣 而出手闊卓的中高端賭客裡 典當這類地下融資渠道 可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為了避開人民幣出入境限額規定 賭客在澳門檔普 用內地借記卡買些昂貴的商品 名標鑽石等等 然後在同一間店 將商品換成現金 又賣給檔普 例如一百萬隻轉勾 再賣給檔普 收2-3%的手續費 其實已經不得了 所以前一段時期 檔普真的間接幫忙 推高澳門的賭收 又賺過盆滿撥滿 不過現在時代不同 現在應該沒有這支歌仔唱 好 這一集先看得到 如果喜歡的頻道 記得訂閱按鈕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